下个月的10号就是双十国庆了 这回担任国庆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的花敬群 今天召开了记者会宣布今年的国庆主视觉 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有双十的意象 而且是用国旗三原色 红色 蓝色 白色来作为设计 主题是民主台湾 兼任永续台湾National Day 再来听一段花敬群的最新首访 它的识别设计是藉由平面构成的立体视觉的面向 然后弯曲柔软的线段 来代表台湾人民温柔而坚韧的态度 然后相互交叠延伸 带出台湾这块土地的永续精神 大家应该可以从这个logo上面看得出来 它蕴含着国旗的颜色 还有国旗飘扬的感觉 设计师是李正汉还有余薇 他们在2022年以巴格浪的专辑 夺下了格莱美奖最佳唱片包装设计奖 那我们特别登请两位年轻优秀的设计师 来协助设计今年国庆的主视觉 今天更同步公布了两个表演项目 除了建国中学的表演之外 这回大家应该还记忆游行 在去年的国庆日 菊高校掀起了一股橘色旋风 这回是邀请了东京农乐大学 第二高校的吹奏乐部来到台湾表演 而且他们由北翠奇事之称 毕竟会带给台湾民众 叶尔木星的表演 第二高校的吹奏乐部来到台湾表演